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美国独立战争初期 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 前方战场的发展速度 要快于后方大陆会议的进场 战事的发展 在推动大陆会议 关于独立的讨论 那么对于华盛顿 担任总司令的大陆军来说 夺回波士顿 就是下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 不过呢 要想夺回波士顿 需要的是攻城的大炮 那么攻城的大炮 从哪里来呢 1775年4月 在莱克星顿枪声之后不久 阿诺德 是康内狄格殖民地的 一名民兵领袖 我们之前讲 魁北克之战的时候 也讲到了阿诺德 这个历史人物 之后我们还会提到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中 一名重要的战场指挥官 只是因为他后来 叛变了美国独立 犯下了叛国罪 所以才会名声不且 莱克星顿枪声之后 阿诺德率领他的民兵部队 志愿加入了大陆军 他们支持对波士顿的围攻 当时他向马萨诸塞州的安全委员会提议 把纽约州上普兰湖上的 提康德罗加宝 从英军的手中夺取 他要求采取这些行动的理由之一 就是在提康德罗加宝 部署了重型火炮 如果占领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些火炮 用来对波士顿进行攻城 伊德阿伦和绿山兄弟 也同意了他的想法 1775年5月3日 安全委员会就授权阿诺德 批准了这次行动 5月10日 阿伦和阿诺德联手 以一支83人的部队 在未经战斗的情况下 就攻占了提康德罗加宝 最后又攻占了附近哈勒逊河的皇冠宝 阿诺德开始清点这两个堡垒的军事装备 已被使用 但是由于绿山兄弟掠夺了堡垒的物资和指挥权 阿诺德先后与阿伦 以及六月被派去控制堡垒的民兵 不断的发生冲突 最终呢 阿诺德就放弃了把武器运到波士顿的想法 并且辞去了安全委员会的食物 那么华盛顿接手大陆军之后 发现大陆军非常的缺乏武器弹药 尤其是重型武器和运输工具的重大问题 这就使得进攻波士顿无法进行 他最终选择了亨利诺克斯来担任这份工作 让他去回收提康德罗加宝的大炮 根据现存的史料 已经搞不清楚是谁提出了回收提康德罗加宝大炮的行动 但是历史学家倾向于是亨利诺克斯或者是阿诺德 给华盛顿出了这个主意 诺克斯当时是一位25岁的书商 曾经在马萨诸塞的民兵部队任职 对军事和火炮深感兴趣 他抵达波士顿之后 就和华盛顿成为了好朋友 华盛顿曾经向大陆议会大力的举荐诺克斯 那华盛顿把这个任务交给诺克斯的时候 他和诺克斯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得到这些大炮 10月16日 华盛顿给诺克斯下令 让他去取回这些大炮 并且给予了他1000英镑的经费 随后呢 第二次大陆会议 也响应了华盛顿对武器的要求 并且给诺克斯颁发了一个伪人状 不过因为时间紧迫 诺克斯并没有去拿这个伪人状 就在10月17日 离开了华盛顿的营地 前往纽约州进行补给 他在12月5日 到达了提康德罗加堡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往提康德罗加堡的路上 诺克斯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囚犯 叫做约翰·安德烈 安德烈是在我们之前讲到的 大陆军远征魁伟克的过程中 在圣让堡作战中被俘的 他当时正在前往纽约州监狱营地的路上 那约翰·安德烈和诺克斯两人相见之后 两人的年龄和气质相似 而且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所以就成为了好友 不过很快两人又分手了 他们两个人再一次见面的时候 诺克斯在主持军事法庭 而安德烈因为参与了阿诺德的叛国罪 而被诺克斯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 诺克斯到达提康德罗加堡之后 就立地着手搬运堡垒内的大炮 他挑选了59门大炮 其中包括大炮、凯击炮和榴弹炮 运输总重量是14.9万磅 大约是60吨 这批大炮首先要从提康德罗加堡 沿着陆路运输到乔治湖的北端 然后所有的大炮被装载在 一艘平底的运输船上 启航前往乔治湖的南端 当时乔治湖整个的湖面 全部被冰层覆盖 诺克斯搭乘了一艘小船和一个小分队 先行出发 但是运输船出发不久之后 就搁浅在一块被冰封的岩石上 无法航行 船员们第二天被迫弃舰 并去追赶先行的部队 诺克斯并不清楚后方的情况 继续航行 结果呢 大炮并没有按照预期到达出现 他就派出一艘船去检查情况 然后接到报告说 运输船已经沉没了 这对诺克斯的打击很大 但是很快他又接到了新的报告 说运输货船搁浅无法动弹 但是船只上的大炮都在水线以上 可以回收 所以诺克斯就率领众人 回到了运输船搁浅的地点 完成了回收大炮 船只也重新上浮 就这样两天之后 运输货船抵达了乔治湖的南端 运输队伍按照计划 穿过了纽约州南部冰冻的哈德逊河 之后穿过萨拉托加县 到达了马萨诸塞州 对此 诺克斯在12月17日写信给华盛顿 说他已经建造了42个 非常结实的雪橇 并且提供了80头牛 把这些大炮拖到了斯布林菲尔德 希望在16或者17天内 就能让华盛顿建造这批大炮 12月25日 圣诞节当天 天气降下了大雪 众人为了将积雪覆盖的路线开通 减慢了队伍的前进速度 诺克斯先行到达了奥尔巴尼 在那里他见到了斯凯勒将军 两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起工作 寻找设备和人员 协助将大炮从乔治湖向南移动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越过哈德逊河 不过哈德逊河上的冰层太薄 大炮无法在哈德逊河上移动 诺克斯和他的手下 试图通过在现有的冰层上 倒额外的水 来加大冰层的厚度 在他们的努力下 低门大炮在1月4日到达了奥尔巴尼 但也有一些大炮 在通往奥尔巴尼的路上 撞穿了冰层 掉进了哈德逊河 波诺克斯早准备 这些掉入河中的大炮 都被成功的回收了 1月9日 最后一门大炮越过了哈德逊河 1776年1月9日 诺克斯到达了纽约州的克拉维拉克附近 穿过了伯格西尔丘陵 两天之后 到达了马萨诸塞州的布兰福尔德 在那里 因为道路更加的难行 运输队伍拒绝前进 波诺克斯雇佣了更多的牛 他说服了众人 继续推着大炮前行 那么当大炮向东 行进的时候 有关他的消息就传开了 马萨诸塞的人们纷纷出来 观看队伍的通过 在马萨诸塞州的 维斯特菲尔德 诺克斯还把其中的一支大炮 装上了火药 进行了试射 聚集在一旁的人群 发出了欢呼声和掌声 不过到达斯布林菲尔德之后 诺克斯在纽约州招募的那些运输人员 思想心切想回家 诺克斯只好在当地招募了人员 1月25日 运输队伍经过了马萨诸塞州的弗雷明汉 两天之后 抵达了民兵的大本营剑桥 诺克斯亲自向黄盛顿报告 他们已经到达了 诺克斯后来成为了大陆军的炮兵总自领 并且担任了美国第一任战争部长 现在在美国坑塔基州 有一个陆军基地 名字就是以诺克斯命名的 叫做诺克斯堡 这个地方也是美国重要的黄金储存地 著名的电影007系列 有一集金手指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虽然华盛顿有了大炮 但是他发现他的财政只能维持到12月最后一天 弹药也是严重不足 他当时的库存只有一百桶弹药 与此同时 英军的波士顿军营却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 甚至还有圣诞节演出 画场舞会 因为这是天寒地冻的北美的冬天 英军绝对没有想到 对面那些一山不整的泥腿子会发动进攻 英军这个时候正在等待着夏天 等待着增援的到来 1776年3月2日 华盛顿召开了军事会议 讨论具体的进攻计划 最后会议决定 派出部队夺取波士顿城南面的多扯斯的高地 同时向普特南驻守的波士顿城北的 莱吉米尔角运送重炮 让普特南可以居高临下的控制波士顿的北部 这样的话 如果英军对城南的多扯斯的高地进行反攻 那普特南就能从波士顿城北发动进攻 以牵制英军 一旦占领了多扯斯的高地 并且构筑了攻势 大陆军就可以居高临下的控制 波士顿市区的一大部分 那么就基本上能够控制整个的波士顿港 到时候 大陆军再把攻势 推进到波士顿周边其他的制高点 用大号猛轰 就一定能把英军赶出市区 在明确了首选的作战目标 是城南的多扯斯的高地之后 大陆军就开始为此做多方面的准备 士兵们在行动开始之前的两个夜晚 搜罗了占领高度之后 构筑防御攻势的材料 为了防止英军发现大陆军所进行的这些准备工作 引开英军的注意力 大陆军从一些和英军摇摇相对的地点 开始向英军开火 双方激烈的炮火声 把其他的声响都淹没 这样大陆军就成功地转移了英军的注意力 3月4日晚 托马斯将军率领部队 秘密地从罗伯斯伯里和多扯斯特的防线出发 开始行动 虽然当晚耗越当空 但是由于双方激烈的炮火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转移了英军的注意力 这支部队在没有被发掘的情况下 顺利地到达了多扯斯特高地 开始构筑攻势 华盛顿当时也到达了现场 因为第二天 正巧就是波士顿之徒六周年纪念日 华盛顿号召将士们 为了惨遭英军杀害的同胞暴露血恨 所以士气大增 他们争分夺秒的修筑攻势 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 凌晨时分 英军发现这个一夜之间凭空而起的碉堡 顿时经的木嫩口袋 英军的指挥官何塞将军 也由此感叹 我军一个月才能够完成的任务 叛军居然在一夜之间就修筑完成 这不得不让人惊叹 何塞十分的清楚 失去多扯斯特高地 就意味着丢失了波士顿城市的屏障 英国的陆军和海上舰队 已经完全处于大陆军的大炮射程之内 现在摆在英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多扯斯特高地 要么撤出波士顿城 不过第二条路太丢脸 何塞不能接受 所以才决心发起反攻 当天晚上 英军趁着大陆军立足卫稳之际 开始组织反攻 他们集中了全部火力 猛烈的攻击多扯斯特高地 并且出动了多路兵力 水路并进大起进攻 可是当晚天空不作美 风暴来临 大雨入驻 英军的运兵船 无法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军舰也无法掩护和志愿他们 英军只好无功而返 到了第二天 仍然是狂风暴雨 英军的进攻再次被延期 在这段时间里 大陆军争分夺秒的加工势 调配兵力 等到风暴平息的时候 大陆军的阵地已经是固若金汤 无法攻陷 英国的海军司令 就警告何赛将军 如果多扯斯特高地夺不回来 那么英军的军舰也不能久留港内 否则就会被大陆军的炮火击沉 与此同时 多扯斯特高地上不断的有炮弹 发射到英军的阵地上 所以何赛将军不得不做出了 撤出波士顿的决定 在英军决定撤出波士顿的过程中 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英军害怕撤退登船的时候 遭到大陆军炮火的攻击 所以就放出风来说 如果大陆军方面开炮 他们就放火焚烧波士顿 以此来掩护英军的退却 那波士顿城里的这些士绅们 得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 他们通过中间人 找到何赛将军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 有几名行政委员会的委员 起扫一份文件 请大陆军别开炮 以免给波士顿招致可怕的灾难 同时呢 何赛将军也放出话来 只要英军登船的时候不受骚扰 波士顿市可以安然无恙 八日晚 这份文件就被送到了大陆军的防线 随后又被送到大陆军司令部 收到文件的华盛顿 和他的下属们进行了商议 他们看到这份文件上 没有何赛将军的签字 难以证明这份文件的真实可靠性 同时呢 文件上也没有任何别的条文规定 英军会遵守他们许下的诺言 所以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 对于这样一份文件 司令部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同时 大陆军也应该让英军知道 大陆军司令部收到了这样一份文件 大陆军方面就暂时停止了 向英军阵地的射击 但是正在继续加股攻势 波士顿城内人心惶惶 英军每天都在为撤退做准备 但是由于风向不利 他们登船的时间 又向后推迟了好几天 华盛顿对波士顿城内的情况不甚了解 他担心英军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 所以决心继续的施加压力 3月16日 华盛顿派出一支部队 在英军连续不断的炮火下 在邦克山连夜修筑起了一道凶强防御攻势 居高临下的控制了市区的南部和波士顿爱考 同时呢 华盛顿还派出了一名间谍 投靠了英军 谎报军情 说大陆军方面准备发起总攻 这样的话 英军再也不敢耽搁下去了 第二天清晨4点钟 英军的撤退工作就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 波士顿码头乱作一团 78艘军舰和运输船 载着蜂拥上船的一万两千多名海军和陆军的士兵 还有保王党分子驶离了海湾 在英军仓皇撤离的时候 大陆军从多彻斯特高地 密切的关注着英军的一举一动 也没有发一枪一炮 而英军方面本来也做好了放火的准备 一旦大陆军开炮 他们就会纵火焚烧波士顿 到了早上十点钟的时候 英军已经全部登上军舰 驶向了大海 普特南控制了波士顿全城 他派兵占据了一切重要据点 将星条旗在所有的据点上高高地升起 华盛顿是在第二天进入的波士顿市区 在那里他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 全城欢欣鼓舞 不过英军虽然从波士顿仓皇地撤走 但是载着他们的舰队 仍然滞留在南达克特岛附近 华盛顿担心英军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趁也袭击 所以他就下令 在居高临下俯视整个波士顿港口的炮台山上 构筑了坚固的攻势 英军舰队看见波士顿被大陆军防守了天衣无缝 他们这才放弃了最后的幻想 从海岸边完全的消失 波士顿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在华盛顿的领导下 波士顿围城战终于在僵持了近一年之久之后 取得了胜利 为了对大陆军官兵 收复波士顿的胜利予以表彰 176年3月25日 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 向大陆军部队表示感谢的决议 下令铸造应有波士顿的解放者 华盛顿肖像的金制奖章 以表彰华盛顿在这次战争中的卓越表现 波士顿的收复其政治意义和影响 远远超过了他的军事价值 在这次作战中 北美殖民地的大陆军已若胜强 打破了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同时呢 波士顿围城战是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资论之后的第一仗 他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 让他赢得了大陆军官兵和整个北美人民的信赖 人家的练习